无尊自出道以来 靠着帅气外形和优质形象 被视为演艺圈的清流之一 深受粉丝喜爱 目前正在中国积极发展事业 不过近日却爆出他经营的健身副业 传达事了 据新浪财经报道 由无尊开设的健身品牌关联公司 以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被卡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必须赔偿深圳市航天高科物业管理公司 包括管理费 中央空调维护费 专项维修资金 水电费等 共计人民币363万余元 且必须在判决生效时日内 向原告公司支付违约金 震惊各界 其实日前他才开心晒出 亲自送小孩去搭校车的影片 向大家宣告宝贝们 终于正式在中国上学 就有网友挖出他们就读的是 上海公院顶尖国际学校之一 姐弟两亿学期的学费 就要价新台币约270万元 如今爆出他副业拖欠款项丑闻 网友都算他这么抠开什么公司啊 不是什么问来王子吗 真的要尽快解决才好啊